圣诞老公公不见了 圣诞节快要到了 圣诞老公公的礼物工厂忙得不得了 好不容易礼物都准备好了 才请你们热情的互相拥抱 一切准备就绪 只要圣诞老公公出现就可以出发了 可是圣诞老公公一直没有出现 也不会圣诞老公公不见了吧 一路里对吴道夫决定出问圣诞老婆婆 圣诞老婆婆很确定的说 什么 我还以为你们今天提早出关了 圣诞老婆婆最后才在一处里 发现生气的圣诞老公公 圣诞老婆婆问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呢 圣诞老公公不值得吼叫 我不想去上哪路 因为去年 圣诞老公公来到小汤姆家 小汤姆就对他说 小气管 要痛就走慢车 我不喜欢 我想要摇晃车 圣诞老公公好尴尬的离开 下一段他来到妮妮家 妮妮也对圣诞老公公说 你给我的财赠比 只有24种颜色 同学们的都有48种 我要跟你快 你知道吗 他竟然很动手搬我的单子 说要自己成礼物 圣诞老公公越说越生气 圣诞老公公也很挑出一封信 你给圣诞老公公 新书写着 亲爱的圣诞老公公你好 我今天发现 我已经有七只小护熊了 七只人好多了 所以我把其中五只 值得香喷喷的 你可以帮我送给其他的小朋友吗 谢谢 祝您圣诞快乐 请其见上 圣诞老公公面着 天空红了起来说 好嘛好嘛 我去送礼物就是了 至少还有这个小孩有良心 圣诞老公公坐上水车 水车树的一身 飞上天送礼物去啦 圣诞老公公出门后 发现很多小朋友都准备了 点心和礼物要送给他 他吼吼吼大笑说 明天我要把这些小朋友都找来 我们一起吃东西 一起交换礼物 一定会更好玩 我的故事说完了 谢谢大家 我去见下宝费你 我去见下宝贝了 我去见下宝贝了 我们一起来